歡迎收看8891的新車單元 我是阿吉拉 今天來到現場是蘇巴魯的第四代Forester 不好意思喔 是第五代的Forester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麻煩導播給我一下畫面 我相信一般人看到這兩張照片 他們一定會以為這是一毛一樣的車款 不過沒關係 第五代的Forester 它一樣是採用了中型SUV的定位 也就是說它的主要競爭對手 就包含了目前當紅的Honda CR-V 以及可能會在第四季引進的 Toyota大改款RAV4 目前Forester只有引進2.0升的自然進氣動力 也就是說它的定位已經不像過去 那麼強調性能化了 我覺得確實是可惜的一點 不過全新的SGP底盤 iSight系統 以它越野性能 我相信也都是大家相當期待的部分 也會是我們今天體驗的一個重點 另外在今天的試駕過後 我們一樣會用一般消費者的觀點來進行分析 並且告訴大家 三個值得買 跟三個不值得買的理由 內裝機能如何 我們現在坐在Forester裡面 如果說你用全新大改款的觀點來看這台車的話 你會發現其實它內裝整體的架構 好像沒什麼太大的改變 主要還是多了一些層次的變化 但是對於大改款 我們常常也會要求質感要有所提升 但是當我們仔細去看 它裡面細部的質感呈現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還是缺少了一分細膩 主要還是以實用為取向 那我們看看配備有什麼好了 首先防防盤部分 它有四槍調整功能 這一點是蠻不錯的 然後兩張椅子都有電動調整的功能 所以說你可以調整到最適合你的駕駛座姿 連坐高也都可以調整 另外在駕駛座部分 它還有兩組記憶功能 如果說我們在家庭使用的話 那就很實用 防防盤上面 換檔撥片可以使用 然後上面它的快撥功能按鍵 按鍵做得蠻大的 而且按壓手感很確實 所以你在操作起來是很簡易的 左邊就是控制藍牙音響 然後以及INFO 就是你的車載系統的顯示功能 右邊主要就是ACC主動巡航系統 然後這邊還有兩個運動模式 跟智慧駕駛模式的切換功能 方向盤的左下角 這邊也是切換顯示資訊的 方向盤的左下方這裡 也有兩排功能性按鍵 那比較少見的 比如說這邊有個SRH OFF 這邊代表是主動式轉向頭燈的開關 那在這台車上呢 它除了儀表板上有顯示資訊之外呢 中文台最上面 它也有一個專用的顯示螢幕 可以獲得更多比較豐富的車輛資訊 包含越遠模式啊 你也是從這邊可以去看看相關的效果 這套多媒體系統呢 坦白說我個人並不是很喜歡 它雖然螢幕夠大 可是第一個它的亮度不夠 那觸控的反應呢 雖然是靈敏 可是你操作到一些功能性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的反應其實是有點偏慢的 比如說我要開導航就要等很久 而且我認為這套系統 雖然它也支援了藍牙、HDMI以及導航的功能 但是它就沒有辦法像原廠的系統一樣 用APPLE COVERA的機能 那我覺得這是比較可惜的一點 那我們看看空調系統的部分 空調系統的部分 它是採用旋鈕式的介面 操作起來算是蠻簡易的 而且轉動時的手感算是蠻不錯的 還有常用的功能在這邊也可以找到 不過我們仔細去看它介面設計的質感 我覺得還是有在加強 排長座的部分 握持的手感 我覺得是稍微有點太生硬了一點 而且我在切換檔位的時候 我發現 它每個檔位之間的間隙 是蠻模糊的 所以你在換檔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你說打到最左邊呢 就是切換到手排模式 這時候就可以從方向盤這邊 來控制你的檔位 操作的左下方 這邊有電子手擦車跟Auto Hold的功能 在中間這裡有一個S Mode的旋鈕 按下去之後就是一般公路駕駛的模式 那如果說你遇到一些比較惡劣的路況 或是泥泞路面的時候呢 就可以切換它的駕駛模式 往左邊轉 就是雪地模式跟碎石地的模式 往右邊轉 它就是對於積雪的路面 以及泥泞的模式 然後你在看越野的情況如何 可以去做切換使用 在最右邊這裡 有個View的按鈕 按下去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右前輪的影像 在越野的時候是很實用的 在下面這裡 也有兩個放零錢的地方 在排長座前面這裡 有一個放手機的空間 那我們一樣用iPhone Plus來做測試 放上去之後 會發現這空間不是很夠 沒辦法放得很平 在這空間裡面 它還有HDMI、USB、R-SIM 以及一個12V的電源可以使用 排長座的後面 有兩個自卑的功能 像這種比較胖的瓶聲 也都可以放進去 另外中間的隔板 我們是可以直接拿起來的 做一個單獨的空間使用 後面這裡還有一個小空間 我本來想說可以拿來放手機 可是發現不太合用 基本上還是拿來放 像鑰匙這種比較小的物品 比如說打開之後呢 這邊有一個隔板 上面也有一些可以放零錢的地方 那這邊因為空間也不是很夠 也是一樣不能拿來放手機 不過隔板可以拿下來 裡面的深度 放寶特瓶好像不太夠 看會不會蓋起來 放倒的是可以蓋起來的 另外裡面這裡也有個12V的電源可以使用 那我們來看看 手套箱的部分 手套箱打開之後 我們可以發現 你重置胎壓設定的按鈕是在這邊 那這裡面的空間也算還不錯 大概可以放下三瓶比較大的水 這台車的遮樣板上面 你可以看到它有個票夾的設計 另外一個我覺得蠻實用的 當你移到側邊之後 你可以把延伸的板子拉出來 這樣就可以遮到比較多的陽光了 在天空板上面 它有吸頂式眼鏡盒可以使用 另外這台車上它是有全景式天窗的 打開之後你會發現你的視野開過蠻多的 另外一個我覺得蠻重要的 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後座安全帶位系的警示標誌 在載小孩的時候就很需要了 後座空間大嗎 我們現在坐在Forest的後座 一坐進來我發現這個空間感真的是不錯 看頭部空間還有這麼多 膝部空間我們直接來量一下 一樣前面對齊我的膝蓋前緣 21.6公分 這樣真的是蠻大的 那這椅子坐起來呢 目前我會覺得說椅背有點挺 不過沒關係它椅背是可以調整的 這邊有個拉 這樣 這樣就舒服多了 整體的後座空間表現我覺得是蠻不錯的 那配備的部分呢 它有後座空間出風口 同時這也有兩個USB的充電插座 而且都是2.1a的 算是蠻不錯的 譬如說打開之後 這邊也有兩個自備的功能 3.4安全帶三個座位都有 空間的位置在這裡 另外也有兩個iSophis可以使用 整體來說我認為它的後座空間真的是蠻不錯的 行李箱夠大嗎 我們現在要來看一下FORREST的行李箱空間表現 那這台車它是有電動尾門的 打開之後呢 我們會發現 它其實整體的空間算是蠻方正的 但是因為它的行李箱底板的位置 是比較高的 所以它的整體空間表現呢 其實並沒有像RAV4還是CR-V那麼好 那我們實際一樣用三個行李箱來看看 首先是29吋的行李箱 我放立著的好了 再來20吋的登機箱兩個 好 那這樣我們可以看到 它其實空間表現也算是蠻不錯的 另外在行李箱裡面呢 它除了有兩個掛鉤之外呢 它也有一個12V電源 那如果說空間上你還不夠使用的話 你也可以使用六四分離的機能 左右兩邊各有一個開關 你拉下去之後 椅背就會自動往下倒了 駕駛視野好嗎 在駕駛視野的部分呢 我們發現喔 新一代4X的A柱這邊 距離我們很遠 所以呢 整體來說 A柱這邊的視野算是蠻不錯的 同時這邊又有一個三角窗的設計 再加上你可以看到你的車頭 所以在車頭距離感的掌握方面呢 也是相當不錯的喔 動力順暢嗎 在動力銜接性的部分呢 因為是2.0升自然機器 已經搭配上CVT變速箱 所以它整體的反應 都是很柔和很柔順的喔 那缺點喔 就是它沒什麼力道 即便呢 我是使用了運動模式喔 但是在全門模式下 你看 你還是感受不到太多的加速力道喔 那我們剛才在操作ACC的時候啊 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你可以微調你ACC加速的國際 它之後無端可以調整 所以呢 就可以調整得最適合你自己的設定 這樣的話呢 你就不會覺得ACC的加速過關或過關了 我認為這一點 真的是蠻不錯的喔 煞車好掌握嗎 在煞車的掌握性部分呢 我覺得阿 它的煞車行程夠長 然後自動力道也足夠 整體的煞車反應呢 算是好控制喔 只不過 因為這台車的群調行程比較長喔 所以當 每次停車的最後那一下那 你還是要適時的收一點油門喔 不然它還是容易造成點頭的情形 隔離的部分 我認為整體來說算是中規中矩 只不過 底盤傳進來噪音還是稍微大了一點 另外呢 因為CVT拉轉之後嘛 品行造成的噪音也算不效喔 不過嚴格來說 還不至於造成令人困擾的程度喔 座椅的舒適度部分 因為它的座椅自設性已經算蠻好的喔 椅面的部分還可以另外的調整高低 可以跟你的身體做一個蠻好的服貼喔 整體來說 舒適度也是蠻不錯 尤其後座也是OK的 底盤調性的部分 剛剛我們也開了一小段山路 我們發現喔 現在的底盤 確實有效降低的重心 那直接呢 就讓車身左右搖晃的程度 變得比以前小很多喔 我認為這一點是相當不錯的喔 因為 你坐在車子裡面呢 那種感受 差異就很明顯喔 嚴格來說 我覺得這台車 進步最多的地方 就是它乘坐舒適性了 這台車適合越野嗎 好我們現在要來測試一下 Polis的越野性能 有沒有跟之前一樣強喔 這邊是大家常來的水牛坑喔 那我們現在已經把 駕駛模式 切換到雪地跟碎石地的模式 我們先試試看 有沒有辦法過前面那個坡 接下來是 考驗我們穿越腳的部分 看一下 看起來是OK喔 穿越腳不錯耶 好 這時候我們開啟雪地模式之後呢 它會有抖坡環降的功能 像我現在沒踩煞車喔 你看它自己會煞車 所以基本上呢 你只要開啟這些功能之後 就不用去煩惱這些問題 這邊有一個 落差蠻大的炮彈坑 試試看 可以喔可以喔 輕鬆過 接下來這裡有點難喔 也是考驗穿越腳喔 它的進路腳還是稍微小了一點 所以我們速度要再慢一些 OK 這樣 廣播過去 耶 看來Forex的越野性能 真的是有保留下來喔 該買這台車嗎 那麼如果我們用一般消費者的觀點 來進行分析的話呢 到底在Forex的身上 有哪三個值得買 跟哪三個不值得買的理由呢 我們一樣先講優點 第一個優點 空間表現更好 新一代的Forex 因為擁有著跟前一代車種 相當神式的方正外型喔 再加上SGT底盤 確實有效縮小的體積 所以當然體驗過這台車之後 你就會發現 不管是車內空間 還是行李箱空間 都比以前來得更好 所以呢 也更加符合家庭需求的定位了 第二個一點 越野機能依然強悍 經過今天的越野測試之後 我們發現新一代的Forex 即便在搭配原廠輪胎的情況下 也能夠應付中度越野的路況喔 所以即使你買了森林人 卻從沒進過森林也沒有關係 至少你知道喔 Forex的越野性能 在危急的時候還是很有用的 第三個一點 iSight系統功能豐富 雖然說iSight系統 它缺乏了主動式車道便宜修正的功能 但因為它有雙鏡頭的設計 同時它也能夠辨識前方的煞車燈號 所以當ACC在運作的時候 它對應速度的反應是更快的喔 而且它也提供了碰撞預防的油門控制系統 整體來說功能真的是滿齊全的 那麼缺點的部分有什麼呢 第一個缺點 內裝質感有待加強 由於SUBARU一直以來 在內裝設計上面 一直都是走實用取向 在新一代的Forex的身上也是如此 所以說如果你是一個很重視內裝質感的人 你可能就要一點心理準備了 第二個缺點 性能表現溫和 這具2.0升自然機器引擎 搭配上CVT變速箱之後的 整體反應真的是偏柔的 即使你使用了運動模式 也不會有太大的差別 我想對於性能表現的部分 我們就不要太強人所難了 第三個缺點 後勤維護令人擔憂 對於一般人來說 買車的時候 後勤保養是很重要的 不過很可惜 過去的SUBARU的口碑 並不是很理想 今天早上拿車的時候 我們發現車子滿髒的 沒有洗我們自己擦擦也就算了 但是呢 胎壓也沒有調整到標準的建議值 這一點呢 真的讓我們對它的保修品質 有些擔憂 以上 優點跟缺點都跟大家說了 大家在自己衡量看看 另外我們也會把競爭對手的影片放在最後 讓大家有一個更客觀的參考基準 如果說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8891新車 小鈴鐺也要記得打開喔 這樣我們新影片上線的時候 你才可以接受到第一手的訊息 我們下次見